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和 嘉和是加拿大的註冊慈善組織 是安省唯一一個為華人而設的家庭服務中心 歡迎回到嘉和 我們繼續探討一下在疫情中有一個副產品 就是叫種族歧視 上一集就是我們的職員 Sarah提供了她的個人經歷 就是她在街上無情城一傢伙捉著Pokemon 一個人在街上突然間有一個人衝過來 用言語對她做一個種族歧視的攻擊 當下她就感覺到因為很孤單 覺得她快要被人打 所以就去找一些安全的地方離開 然後嘗試用電話求救 我們上次也探討了這個情況之下 那個受害者的心理 現在在第二集裡 我們也想感謝Sarah和我們的心理學專家Teddy 就幫我們探討一下 其實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 為什麼會有這個反應 為什麼有人會認為 我做了這件事會對我自己好 或者對我世界好 就是她為什麼要做 好了 Sarah 其實當時你有沒有挑釁過她 跟她有沒有跟她有 比如說有一些trigger或是 你覺得有什麼做了還是沒做了 或者eye contact使到她有這個衝動 當下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看到她騎腳踏車過來 大概離我至少也二三十公尺遠 然後我只是 我以為有人 所以我自己就讓開一點點 那就是在完全沒有trigger的情況之下做 那當然不是當時的trigger 她是無辜的 是啊 很無辜的 是啊 其實為什麼會 當時沒有trigger 但是當然在第二個情況 空間裏面 又令到這個人去驅使她做這件事 其實那個心理是怎樣的 是啊 那我想最直觀去想就是 就是人 就是她無緣無緣無故攻擊過人的時候 如果不是因為她有些 就是做了些什麼就知道 那就是她本身是帶著一些情緒 是吧 但是那個情緒來源都可以很多元的 就是可能是一次性的 舉例如她剛剛被一個華裔的老闆炒了 那就是她把那份憤怒 那份情緒無處發洩的 那她就剛好經過見到一個這個人 那她就 抓住她的老闆 那就是我們身為學長 有一個displacement 是吧 就是情緒 轉移了她的導發線 那當然了 也有可能性就是 其實可能她那個人一向都是 就是有這個看法的 就是她本身有很重的一個 可能她對於自身的族裔 她是有一個 我們說的in group 或者out group 那個分野 她是很重的她的價值觀 就是她覺得其他族裔的那些 都是一些刺激一些 可能她也是屬於新移民 那你也是新移民 但是你們呢 那些中國人就搶走我們的工 搞到我們賺錢 就是很艱難 是吧 那時候她也會把這些 很固有的一些觀念 發洩了出來 都不出氣 而那些觀念一定是正確的 就是我們好像上次這樣說 中國不是一定計算 那我就一定繼續看 是啊 所以整個歧視的定義上 我們看就是 其實有一點點是不問情由的 純粹是因為你的膚色 純粹是因為你的種族 然後呢 是令到她可能自動對你一些 很不公平的 或者是一些 超乎一般理性的對待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有沒有一些 譬如說公眾教育的材料 有沒有一些community resources 是available 令到更多些人可以接觸到 這方面的資訊 而減低這個aggression的情況出現 嗯 這個都是幾複雜的問題 是的 因為就是 好像我這樣說 其實未必那個行為 是完全歸因於她 是種族歧視的 即她其實可能是一籃子 她本身有一些 可能有情緒 或者最近有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如果回到公眾教育上 因為我相信 也有不少的研究 證實是 可能短短的 甚至乎一個星期的訓練 其實都已經會有效去改變了人 一些潛職 尤其是一些潛意識上 一些大有偏見的想法等等 那中間的過程 就是主要那個元素 就是第一 就是包括提升一個人的自省能力 第二就是 在不同之中找相同 是的 雖然我們不同的膚色 是吧 但是我們都是 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我們雖然不同的膚色 但是我們都同樣為這個部門 或者這個團體 這個學校的一份子 是的 當我們找到一些共同的時候 我們人就會容易產生一個同理心 是的 就是我比較容易願意 或者能夠去明白你的感受 如果我經常覺得你是 不是我的朋友 你是外族 自己把自己建了一個牆 是的 這個就會變成我們經常提到 一個in-group-out-group的bias 這個都會驅動 是的 第三方面就是 一些所謂的黑板印象 Stereotype 是的 這個就是很多固有 這個是人類的大腦設計 因為我們不可以從事處理 存了太多資訊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就會 會經常覺得 某一類人就是某些特徵 可能是 IT人通常就是牛仔褲 戴眼鏡 戴眼鏡 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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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最後一件就是 我們上一集都說過 可能有一些無異的 role play 其實去教我們去練習 如何去應對一些 一些有種族歧視耳美的情境 其實那些是研究上發現 很有幫助的 OK 因為可能真的有時候做了 是不知道的 其實中國人都不是說 我們經常都是 受害者 是不是 其實你剛才說的 Stereotype 我們絕對有 難聽那些說話 例如 我們用一些quotes 鬼佬 黑鬼 亞叉 好臭 不充華 罪犯 就是 都是這樣的人 我們自己有沒有呢 其實我們自己有 當我們不想 自己成為受害者的時候 同時我們都不應該去害人 就好像聽Teddy你這樣說 剛才那些事情 例如 我們可以同一件事 role play 如果你和另外一個人 有這個溝通 然後轉回她 是一個黑人的角色 或者是一個原住民的角色 你會不會有不同的看法呢 就是Kabuzh是應該不會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是因為 他的皮膚顏色 而你覺得當時你的處理方法 是會不同了 那是時候自省一下 是吧 其實中國人自己有沒有想過 那些 就是自己也有份 就是不要只說 我們公義 固然是不是 blame the victim 但是我們也不要 就是 因為我們的bias 令到其他人有 victim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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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另外想帶出一件事就是 即是華裔人士 中國人很多時候都有一種 就是文化上有一種 逆來順受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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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取態的 就是人家 這次敢選 那樣 不要跟跟計較 那樣 我猜到很重要 就是這件事呢 在處理 種族歧視的情況下 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想 其中一樣 就是我們 就是 處理種族歧視 就是我們有一個 重要的principle 叫做 invisible visible 就是這些很隱性的事情 我們真的要畫公仔畫出槍 說出來的 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其實這樣 是令到對方 就是 唯一這件事 因為他未必人人都自己會反省 他唯一這件事 其實中間有些少少是 你正在處理他 所以你不是說 你未必是不尊重他 其實你是在幫助他 就是有少少調節我們自己的心態 就不要將鋪圖 internalize 是嗎 因為其中有一種 就是不要吞了去 然後懷疑自己 是的 因為有很多黑板印象 其實不是別人給我們 可能是我們自己給自己 是吧 中國人我們是這樣的 他們讀書 我們是自由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們這些唯一 就是不要 在加拿大 其實很多情況 都可以容許 他這樣去表達 你這樣說 其實很難守 或者你這樣說 可能賢者無心 但是我聽下去 其實我都會有這個感受 那這個是一個好的回應 大家留意一下 Teddy哥說話是很溫柔的 其實他的意思 也就是 我要代表你的意思 真是好意思 就是不是說 喂 你剛才不合適 我扯馬 那樣 創造一個雙重 是不是不需要很困難 那個態度 對面發 對面說的東西 或者有些行為 無論你是很柔軟 也好 還是真是反應 也好 就是你要提出這件事的時候 就不是一個 我和你隻抽蛙的態度 是吧 就是提出一個 其實呢 你有沒有想過呢 不是這樣的 就是要提出 令到他又不知便知 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什麼phobia 就是 你是ignorant 你對那件事無知 所以你呢 就猜他是這樣 那我就是Teddy說 因為太多資訊 我們不可以一次過處理 喂 人有一百萬種 性格有七千萬種 不能這樣處理 大佬就是要靠 用一些categories來處理 那放categories的時候 就自然會覺得 就是有些 大約呢 紅人都是惡的了 大約呢 兔仔都是乖的了 就是這樣 其實兔仔都可以吐你的 是不是 和紅人有時候要站在你旁邊 看一看 那走去的嘛 那就是人都是一樣 那我想就是Teddy的意思 就是我們可以 由 說回他聽這件事的時候 透過這些 每一次有機會 這樣做呢 就是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到中國人 是冒犯來的嘛 是不是 我們可以告訴別人 其實我們都是part of your country 我跟你一樣呢 又有交稅 我們現在都是做義工 那我們也都 做回 加拿大要做的事情就是 Efficacy 或者Education 原來你不知道的 不如說給你聽 其實我們吃糖餐 都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 讀書 都是這樣的 我們都有經過困難的時候 是不是 那就是 這樣做呢 會大家都一起有一個 學習程式 就不只是 好像敵我那樣分 是不是 應該是這樣的 Sara 那你其實 有沒有之後報警 或者警方 有沒有跟進呢 他有沒有一些 建議給你 你應該有些什麼 步驟啊 可以之後做的呢 我後來有報警 那就是覺得說應該 這樣子的事件 應該讓警察知道 那我其實原本的想法 不是說他們會真的 take the case 回來做 investigation 可是當我後來打電話去 然後把狀況 講給他們聽之後 那警察也覺得說 這其實是一個 很有機會是一個 discrimination的 黑crime 所以他們後來就做了筆錄 然後後來警察也 他就直接詢問我 為什麼你當下沒有報警 那我也告訴他說 我當下的疑慮 然後我打了又取消掉 那警察是建議說 如果像這樣子的狀況 發生的時候 就打911 因為如果說你當下已經覺得 你的生命安全可能會受到威脅的時候 打911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至少警察能夠第一時間 派人到你所在的地方去 或者是說他在跟你 他在講的過程當中 他們的special其實是很能夠聽到的 那他們警察那邊也是會有錄音 所以這對於我來說 以及對警察來做收證 以及做調查上面的話 是會有幫助的 那他也建議我說 因為他當做筆錄的時候 他都會問說在哪裡啊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人的什麼特徵狀況啊 以及他例如說他那天他是騎腳踏車 他就問說他的腳踏車是什麼樣子的狀態 是mountain bike還是什麼其他的bike 講實在話 因為我當下真的是in shock 你太害怕了 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只知道他騎單車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的bike 然後我只知道他是一個 是個黑人 然後身上穿的T-shirt 那T-shirt上面的鞋什麼我也都沒有辦法記得 哇你真的好怕 平常你不是這個樣子 對我平常其實沒有這麼多緊張的 可是因為當下發生的時候 我可能前面在敘述的時候 比較奇妙的淡寫 因為他其實真的是在我的耳朵旁邊 我能夠感覺到他的呼氣聲的那種靠近 所以我才會特別特別的緊張 尤其就是在COVID的期間 那他是沒有戴口罩的 所以我想那應該都是有加成的 那不過相對來說 因為我之前 我之後跟我做當警察的朋友聊了天 他就說其實不是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把它歸為是種族歧視 或者是種族歧視相關的事情 而是說這樣子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自己要保護自己 那也因為這個是現在 因為COVID的關係有一點特別時期 對很多原本對華人 並沒有這麼多敵意的狀態 現在好像有增多的一點點跡象 可是並不見得是每一個人 都會都是歧視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些偏見 可是不見得是歧視 那我們不希望說 把事情變得太 怎麼講 歸類 對 不想把他歸類的太嚴重 那尤其是在加拿大 每一個人都有言論自由 那他如果只是 他如果是在那邊說話 他沒有真的是針對你 或者是攻擊你的時候 警察他們不見得能夠 真的去做調查 那當然如果說今天發生了 我是那個攻擊的人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說 請你 please stop doing that 或者是 please stop saying that 那如果我還是繼續 那警察我警察朋友是告訴我說 我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已經是歸類為很明顯的是 他在針對你 然後譬如說他講話的東西是 跟歧視相關的話 他們就可以理所當然去做調查 那他也提醒所有的朋友 那不管是在現在或是在將來 其實我們在路上 因為現在人口比較多嘛 那什麼樣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那我們在外面的時候應該要注意 第一個你人在哪裡啊 然後附近有什麼樣子的 講比較直白是避難場所 例如說有商店 有人多的地方 對然後 例如說像加油站 有些商店都會有一些 surveillance camera 然後這些其實都是一個 變相能夠幫助自己 保護自己的一個地方 然後所以他會建議說 不管不管就是你人在哪裡 叫你人出去 就是一個人的時候 就是特別要注意你的 你的location啊 這樣子 一來你如果報警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至少可以告訴你說 我的location在哪裡 我是在哪一條街 跟哪一條街的交叉口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給他 更多的訊息的時候 警察能夠當下有這個訊息 他能夠第一時間派人去協助你 嗯 其實Sarah剛才說的 就是警察叔叔給他的建議 是吧 在什麼時候警察叔叔做到事 和什麼情況之下 他又比較難做事 但我們都忘記 剛才Teddy都提過 有時候你言語上面 都說行為上 不要再做多些 對方會另外挑釁的事情 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當下 你一個人 你的生命安全就會受到威脅 那其實呢 就好像Sarah剛才說 如果你把自己 放在一些安全的地方 例如 其實每一個銀行 外面都會有surveillance camera 那如果當時附近有銀行的話 你第一件事可能就是 走到那裏先 是不是 你都走不到 走到那裏先 有鏡頭拍著 那有什麼事發生呢 都知道是什麼人 還有你也會安全一些 另外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如果有其他人的話 尋求幫助 就是outnumber 是不是deaggressor 就是我 不是只抽 不是單對單 是不是 那你可能同事 公關全員系統也高一些 不要挑釁他 純粹跟他 如果你覺得他是冷靜 可以理喻的話 跟他說 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和你都是加拿大人 那我明白你當時 為什麼不會跟他說 因為他沒有戴口罩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他的他是真的是蠻壯的 很大隻的 是啊 你是眼前規則是不可以的 因為始終只有一個女孩子在街上 那我想可以做的就是報警 之後呢 那你也是pay forward 是不是才拿這件事呢 來做公眾教育呢 不需要做的就是他跟你說 go back to your effing country 喂 你中學就來到加拿大 難道我現在真的走回台灣嗎 不會的嘛 旅遊就是 還有這個不是他的決定 all is none of his business 是不是 那 固然啦 就是大家都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都很希望 各個人的生命安全 都受到保障 同時言論自由都受到保障 那所以Sara 剛才那個警察朋友 就提過 他可以說的 因為他的言論自由 是他沒有進一步行動 他比較難做其他事情 那什麼時候是言論自由 什麼時候不是呢 就是 你的自由影響到其他人 你的自由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要說話 以我滅理性 我做的事情去滅理性 那我 不是將我的自由 override 了你一個 其實我就已經過解了 那當他做這件事 而令到你感到有安全 有問題的時候 開始已經去著一個 slippery slope 是不是 那我們要做些事情 去保障自己了 好 那我們多謝今天的嘉賓 為我們的分享 先 我們還有一集 剩下的 就是在這裡說 整個社會 其實有些什麼可以做到呢 什麼是歧視 什麼不是歧視呢 我們有些什麼身為家長 或者身為旁人 是不是 見到有這個時候 應該怎麼處理 還有大家有些什麼可以做 去避免這些事情發生的 多謝 我們還是好 好 好